奥古斯丁圣永吉第37篇第三部分的讲章 我们来看第37篇第25节的经文 我做过幼童 现今已经年老 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行乞讨 如果这节经文是由某一个个别的个人所说出来的话 那么这一个人他整个一生所过的生命的时间会有多久呢 并且在这个情况之下会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事吗 那就是有一个人在地球上某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算他如同25节前半段所说的那样 我做过幼童 现今已经年老 就算他经过了整个生命的过程 因为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短少 他不应该说他已经看到 25节后半段所说的 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行乞讨 他不应该这样说 这种看法呢 不值得大惊小怪 因为在他的短暂的人生之中 正义的人去乞讨的事情 有可能会发生 可能在他所不知道的地球的某一个地方 有可能发生过这种事情 请再听一听另外一件给我们造成印象的事情 在你们中间 你在你周围看看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 他现在已经连长了 年纪已经很长了 但是呢 当他向他的过去的日子 回首一看的时候 他回想呢 他想到这一些他所认识的人 他找不到任何的一个公义的人 乞讨的例子 或者是他的后裔乞讨的例子 这个情况 向他建议了 第25节这节经文的字面上的意思 是正确的 然而当他转向默感的圣经的时候 而且他发现公义的亚巴郎 他曾经挨饿 而且呢 在他自己的国家内呢 他受到饥饿的痛苦 他因此 离开他自己的国家 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人也看到 同样的这一位亚巴郎 他的儿子 以撒格 为了同样的饥饿的这个原因 也曾经搬到另外的国家 去寻找食物 那么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 行祈祷 这个说法 怎么会是真的呢 就算在他的整个人生的年日之中 他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 但是他在默感的圣经中 却发现不是这样的 而圣经呢 是比人的生命的经历的见证 更应该被信任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借着你的虔诚的心态 让我们同意 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 在这节经文中 天主的目的是什么 天主希望我们 对圣永吉这篇经文 要怎么理解 因为有一种担心 那就是有任何不坚定 信仰不坚固的人 他不能理解 圣经中属灵的含义 他会去求助于 他人性的本能 human instances 并且如果他发现 神的敬迁的仆人 为了某一些必要的原因 他也会有缺乏的时候 他会因此被迫去乞讨 更特别的例子是 中途保罗在 格林多后书十一章 二十七节 曾经这样说 劳碌辛苦 吕不得眠 忍饥受渴 吕不得食 忍受寒冷 赤身裸体 这些事都曾发生在 中途保罗的身上 看到这些事情 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 可能会因此而跌倒 他们可能会对自己说 我过去曾经在教会中唱过 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 也未曾见过他的后裔行乞讨 我是这么虔诚的唱这些歌 这些歌真正的是真实的吗 恐怕他在心里对他自己说 难道圣经欺骗了我们 并且因此对于行善 他所有的筋骨都因此而瘫痪了 他不去行善了 当一个人 他所有里面的筋骨 这些筋骨是他里面的人的筋骨 瘫痪的时候 而事实上这种瘫痪呢 是比较更可怕的一种瘫痪 他因此会离开了行善 而且对他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去做好的工作 我为什么要去行善 为什么我要将我的食物分给贫穷的人 将我的衣服送给赤身裸体的人 并且将那些没有住处的人 带回到我的家中 就如伊沙伊亚书58章第七节 所说的那样去做呢 我们来看伊沙伊亚书第58章第七节 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 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 领到自己的屋里 见到赤身露体的人 给他衣穿 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 恐怕他说 为什么我要将这节经文 用信德将他实行出来呢 二十五节的经文说 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弃掉 也未见过 他的后裔行乞讨 可是我却看过许多的 将自己奉献给天主 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遭遇过 饥饿的伤害 对于这些人 我或许有着一种 错误的看法 或是想法 对于那些过得很虔诚 过得很敬虔的人 以及那些过得非常邪恶的人们 也许他们过得都是非常的虔诚 并且天主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看错了 那些我看作非常正直的人 天主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是不正直的 那么我应该如何的去看待亚巴郎的事情呢 亚巴郎在圣经中是极度的称许他的 圣经称许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那么对亚巴郎我应该怎么看待呢 甚至于对于中途保罗 我应该怎么看待 他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 你们该效法我 如同我效法了基督一样 我应该去将我自己忍受 中途保罗所忍受的这种邪恶的环境吗 如同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七节中 所说的辛苦劳碌 吕不得眠 忍饥挨饿 吕不得食吗 我应该这样做吗 因此那些这样想的人 他们对于行善 他们的筋骨都已经没有能力了 瘫痪了 那么我的弟兄们啊 我们可不可以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 所记载的将那个有病瘫痪的人 从照着圣经所说的 从屋顶上放下来 将他放在基督的面前呢 放在天主眼前呢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的经文 但因人众多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上了屋顶 从瓦中间 把他连那小床系到中间 正放在耶稣面前 这个经文所记载的 你或许 看起来 看起来有一点模糊 如果是模糊的话 那是因为他被遮盖住了 并且 我看到 你们中间有一些人的心智 是有一些病态的瘫痪 我看见了那遮盖你们心智的屋顶 并且 我确信 基督 是被 这屋顶 遮盖住 而隐蔽 起来了 奥古斯丁说 让我 照我所可能的 做那些 将这病人 从屋顶上 垂放到 基督面前的 这个工作 以至于 基督 可以对这 瘫痪的人说 Son Be of good cheer Your sins Be forgiven you 这是记载在 路加福音 第五章 第二十节 我们来看 中文的翻译 第二十节 耶稣 一见他们的信心 说 人啊 你的罪 射了 因为 基督 这样做 会 使 这个 瘫痪的人 里面的人 的罪 被释放 而且 因此 使他的 信德 能够 振作 建立 起来 奥古斯丁说 他愿意 尽其 可能的 做 将 这 瘫痪 有病的人 从屋顶上 坠放到 耶稣 面前来的 这个工作 但是 第二十五节中 所说的 这个 正义 的人 是谁呢 二十五节 后半段说 从未 见过 正义的人 被 弃掉 也未 见过 他的 后裔 行 乞讨 这个地方 呃 未曾 见过 他的 后裔 乞讨 的英文 的翻译 是这样的 Nor he seed begging bread B-R-E-A-D 也就是说 未曾见过 他的后裔 祈祷 面包 也就是说 未曾见过 他的后裔 祈祷 面包 奥古斯 听说 如果你明白 这里所说的 面包 是什么意思的话 你就会明白 圣永吉 作者 在二十五节 所说的 公义的人 是 谁了 因为 面包 是 神的话 The bread is the word of God 而神的话 从来就 没有 离开过 公义的人 的嘴唇 现在 如果 你看清楚了 这个 如果 圣洁的 末道 会 使得你 在 这个 神的话上 不停止的 反足的话 那么 你就 会 看到 二十五节 所说的 从 未 见过 公义的人 被 弃绝 也 未曾 见过 他的 后裔 行 乞讨 是 什么意思了 我们来看 圣永吉 第三十七篇 第二十六节 他 祭 终身 师会 连续 He is always merciful and nance F O E N E R A T U R 这个 这个字 是 拉丁 文 这个字 可以 同时的 用在 施 联敏 借贷 于人 和 向人 借贷 的人 但是在 这一节的 经文中 如果 我们用 F O E N E R A T 而不是 用 F O E N E R A T U R 来 表达的话呢 他的意思 就更为 明白了 哪一件事 对我们 比较重要 是 这个 文法的 专家 他所 喜悦的 这个 规条 文词的 规律 还是 让我们 宁愿 做一个 带着 有 野蛮 的 标签的 这个 罪 但是 我们 却了解 这个字的 含义 对我们 是比较 重要的 这比 我们 在 语文上 用着最标准 最传统的 表达 但是呢 却让我们 没有办法了解 一个 字的 意思呢 要 更 来得 重要 更好 所以 第26节的 前半段 说他 既 终身 私会 连续 这个 英文是 The righteous man is all day merciful and F-O-E-N-E-R-A-T 括号 意思就是 Lent 借贷 让 借贷的人 不要 放 高利贷 而是要 借贷的人 高兴 喜乐 因为 我们 在这里 看到的是一种 很特别的 一种 借贷 它是一种 特别的 面包 这样 我们 就有可能 在一段 经文中 像是 路加福音 第五章 第十九节 所说的 将屋顶 打开 而且 找到 来到 基督 面前的 道路 奥古斯丁 说 我不希望 你成为 一个 放 高利贷 的人 我不希望 你 做 这种 事的 理由 是因为 天主 也 不要 你 做 放 高利贷 的人 从 哪里 我们可以 看出 天主 也 不要 你 做 这样的 事呢 因为 在 圣永 集 另外一 处 这样 记 在 he that puts not his money to usury 是记载在 圣永 集 第十五章的 第五节 从不放 债 贪取 重力 并且 这样的 事 是 多么的 倒胃口 多么的 让人 不舒服 并且 是 极端的 讨厌的 一件事情 我相信 甚至于 那些 放 高 利贷 的人 他们 自己 也 知道 但是 从 另外一方面 来看 我 自己 哦 不是 甚至于 我们的 天主 他自己 也 要 你 做 一个 放 高 利贷 的人 并且 对 你说 要 借贷 给 天主 Land Unto God 如果你 借贷 给人 你有什么 盼望 并且 如果你 借贷 给 上帝 你 将会 没有 盼望吗 如果你 已经 将你的 钱 用在 放 高 利贷 给人 也就是 如果你 借你的 钱 作为 贷款 给 某个人 而你 期望 从他 那里 获得 你所 借贷 更多的 回报 不只是 金钱上 的 回报 甚至于 会是 其他的 任何的 东西 不许 不论 小麦 或者 是 酒 或者 是 油 或者 是 任何 其他 你所 喜欢的 你 希望 从他 那里 得到 你所 借的 更多的 那些 回报 那 你 就是一个 放 高利贷 的人 那么 对于 这一件事呢 是特别 不值得 被称赞的 他 应该是 被 censure 被 正式的 警告 那么 你说 我 应该 做什么 我 借贷 才会 得利呢 应该 考虑 这个 放贷 的人 他们 做什么 他 毫无 疑问的 是 希望 给 较少的 这个 金钱 而 获得 较 大的 回报 那么 你要 同样的 这样做 你要 给 一些 少少的 给出去 啊 你 希望 获得 很多 那么 你 将会 看到 你的 本金 是怎么样的 成长 而且 增加 啊 将这些 暂时的 东西 啊 给出去 give sins temporal 而获得 永恒的 东西 receive sins eternal 给出 赎 地的 事情 赎 地的 财产 而获得 赎 天的 财产 并且 你可能会说 我应该 将这些钱 给谁呢 to whom shall i give them 你应该 给 这一位 上主 他 呃 命令你 不要借贷的 上主 因为 呃 这一位 上主 他 成为了 一个 人啊 他 使得你 能够 放出 贷款 听听 圣经 是 怎么样 教导你 以至于 你能 借贷 给 上主的 我们来看 箴言 第十九章 第十七节 向 穷人 施舍 是 借贷 于上主 对 他的 功德 上主 必要 报答 因为 上主 不需要 从你那 获得 任何的 东西 但是 有 某一些人 啊 可能是 某一个人 啊 需要 从你 获得 一些 东西 你 应该 将他 施舍 给他 他 接受了 因为 贫穷人 他 没有 任何 东西 来 回报 于你 这样 呃 他 他 他可以 呃 然而 他自己 却 乐意的 侍候 侍候你 用 什么 方法 来 侍候你呢 他 找不到 任何的 方法 或途径 来做 所 所剩下 在他的能力 所剩下的 善意呢 就是他 愿意 为你 祈祷 现在 当一个 穷人 为你 祈祷 的时候 他 就像是 呃 对 上主 说 上主 我 借贷了 这些东西 那么 上主 请你 必须 代我 偿还 于他 这个 穷人 对上主 这么说 You shoot for me 你 替我出 保证金 或者是 偿还金 你 这样 做 虽然 你 无法 从 这个 穷人 身上 强迫 他 回报 但是 你有一个 呃 负责任的 这个 你看 天主 他 从他 自己的 圣经中 对你 这样说 给出去 不要害怕 我会 报偿 是由 天主 自己来 报偿 这一些 让自己 付别人 的 保证金 的人 他们 怎么样 来 表现 他们 自己 他们 会 怎么说 我来 还债 我将 这个债 归在 我自己 的身上 当 你的钱 给出去 的时候 你是 给了 我 那么 我们 可不可以 假设 神 说 这样的话 我来 承担 这个债务 你 给钱 给 穷人 的时候 你是 给了 我 肯定 的 说 如果 基督 是 天主 而 这件事情 是 毫无 疑问的 他 自己 曾经 在 马斗 福音 25章 第 35 节 这样 说 因为 我饿了 你们 给了 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 给了 我喝的 在 马斗 福音 35章 37 节 这样 记载 那时 一人 回答 他说 主啊 我们 什么时候 见你 饥饿 而 供养了 你 口渴的时候 给了 你 喝的 他是 这样的 做 以 显示出 他是 穷人的 保证 金 或者是 保证 他像 他的 肢体 他自己 是这些 肢体的 头 他们是 他的 肢体 他对 他们说 当 肢体 接受 的时候 头 也 接受了 他说 in as much you have done it to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that belong to me you have done it to me 这是记载在 马斗福音 第25章 第40节 我们来看 中文的经文 君王便回答 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 这些最小兄弟中的 一个 所做的 就是 对我 做的 放高利贷的 这些 贪财的人们 来吧 考虑 你们 给的是什么 考虑 你们 所接受的是什么 你们不是 只给了 很少的 一些钱吗 但是 天主 你所给的 这一位 天主 对于 你所给 他的那些 很少的 钱 他会 给你 一间 很大的 别墅 这个别墅 有着 你所给的 那笔钱的 一个不能 相比的 价值 对此 你应该有 何等 大的 感恩 你应该被 何等 大的 喜乐 所 所策动 所带动 听听看 你 所借贷的 这些 财物 他会 让你 拥有 什么样 的 回报呢 我们来看 马斗福音 第25章 第34节 那时 君王要对 那些 在他右边的 说 我父 所 祝福的 你们来吧 承受 至 创世 以来 给你们 预备了的 国度吧 你说什么 难道 这节 经文中的 那些人 所获得的 奖赏 我同样 也会 获得 一样的 奖赏吗 你所 给出来的 是 熟悉的 东西 那些 东西 你若 不将 它们 给出来 就会 在 世上 在地球上 变成 腐败了 神 绝对 不允许 这样的事 发生 这一些 熟悉 地球上 的东西 如果你 不将 它们 给出来 你能 用它们 来 做成 什么呢 在 地上 所谓的 损失 的 东西呢 却 保留 在 天堂 因此 将来 在天堂 你所要 接受的 是 为你 预备 好了的 为你 所预备的 那些 是 你的 呃 所 给的 你所 给的 会被 做成为 你的 财富 你应该 考虑一下 你所 接受 的是 什么 你所 接受 的是 从 创世 以来 为你 预备了 的 国度 而 另外一方面 那些 不 借贷 另外一方面 那些 不借贷 给 天主 的人 他们的 惩罚 是 什么呢 我们来看 马斗福音 二十五章 第四十一节的 后半段 离开我 到那 给魔鬼 和他的 使者 预备的 勇火 你去吧 英文是 Go ye into the everlasting fire prepare for the devil and his angels 那么我们却被呼召去接受什么国度呢 我们来思想下面的经文 记载在马斗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 这些人要进入永伐 而那些义人 却要进入永生 英文是 And this shall go into everlasting burning but the righteous into life eternal 所以 对这个事情 要 有 这个兴趣来做 要 追求 这个 将你的 钱 当做高利贷 来 赢得 这些 我们 有 基督 在天上 坐在宝座上 他 在地上呢 却 向人 祈求 我们 可以 发现 用 什么方法 一人 来 借贷 给别人 这是 记载在 三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前半段 他 祭 终身 私会 连续 英文是 He is always merciful and land 这个 我们来看 三十七章第二十六节的 后半段 他的 子孙 必蒙 祝福 英文是 and his seed is blest 在 这里 奥古斯丁说 同样的 不要让 任何 属血气的 想法 来提议说 要怎么样 解释 我们看到 许多 公义的人 的 子女 因着 饥饿 而 去世 那么 这些人 他们 怎么能 像 二十六节 后半段 所说 他的 子孙 必蒙 祝福 呢 这个解释 是 这段 经文 他的 后裔 指的是 他的 种子 his seed 而 他所种的 his seed 是 当他 死后 他 留下来的 是 那些 种子 他在 今生 在这世上 他 种了 种子 但是 却在 将来 会收获 因为 中途 在 加拉达书 第六章 第九节到 第十节 这样说 Let us not be wary in well doing for in due season we shall reap if we faint not As we have therefore time Let us do good unto all men 中文的翻译 是这样 为此 我们行善 不要厌倦 如果 不松懈 到了适当的时节 必可 收获 第十节 所以 我们 一有机会 就 因向 众人 行善 尤其 因向 有同样 性得的 家人 这 就是 你所 种的 种子 会 得到 祝福 是 他的后裔 必蒙 祝福的 解释 你将 种子 种在 地里 并且 你会 收获 更多 许多 那么 当你 将这个 种子 交给 基督的时候 你是否 失去了 这个 种子呢 我们来看 中途 他对于 施舍 这件事情 他是怎么样来 特别的来表达 种子 这是记载在 哥林多 后书 九章六节 中文的翻译是 再一说 小量 小量 播种的 也要 小量 收获 大量 播种的 也要 大量 收获 再来看 下面的 经节 怎么说 37章的 第27节 你若 必恶 行善 你必 存留 永远 英文是 and be not slothful depart from evil and do good 如果你 不将 已经 身上 穿着 衣服 的人 将 他的 衣服 剥下来 你不要 认为 这样 做 你就是 足够的 行善了 因为 如果你不将 身上 穿着 衣服的人 的衣服 剥下来 你就是 避恶 不去 行恶 英文是 depart from evil 但是 你不要成为 不结果实的 不要成为 枯搞的 所以 你要选择 不单是 不将 已经穿着 衣服的人 的衣服 剥下来 你还要将 没有衣服 穿的人 给 赤身 露体的人 穿上 衣服 因为 这才是 离恶 行 善 英文是 depart from evil and to do good 你可能会说 我这样 做 我 从其中 会得到什么 好处 对我有什么 益处 你 所 借贷的 这一位 天主 他已经 向你 保证 他要 给你什么了 他要 给你 永远的 生命 借着 帮助 穷人 来 给天主 金钱 并且 不要 害怕 我们来看 这节经文 怎么说 你若 必恶 行善 你必 存留 永远 英文是 depart from evil and do good and dwell forever more 不要认为 你 给 贫穷人 财物 的时候 没有人 看见 或者认为 天主 放弃了你 当 你 很快乐的 给 贫穷人 财物 之后 你会 有一些 损失 或者 你会 觉得 你 损失的 这些 财物呢 你会 觉得 懊恼 这两 件事呢 都可能 会 然后呢 你就 对你 自己 说 我行善 对 我有 什么 好处 我 相信 天主 不爱 那些 行善 的人 这种 丝丝的 声音 从 哪儿 来的 在 你们 中间的 这些 抱怨 从 哪儿 来的 然而 这一类 的 表达 确实 是 非常的 普遍 你们 中间的 每一个人 在 现在 这个 时刻 都 知道 这种表达 或者是 在他 自己的 嘴唇上 或者是 他的 朋友的 嘴唇上 你会 听到 这种 表达 我希望 我希望 天主将 这些 表达 毁灭 希望他 能够 从 他的 土地上 将 这个 荆棘 连根 拔除 我 期待他 种下 好的 种子 并且 这些 树 会 长出 果实 因为 你之所以 会 受苦 的原因 人们 是不是 因为 你将 某些 东西 给了 这个 贫穷 的人 而因此 造成 你 失去了 其他的 一些 东西 难道 你看不 出来 是 你所 没有 给出 的那些 事情 造成 你 损失 是 什么原因 造成 你 不 聆听 你的 天主 的声音 你的 信德 在哪里 是 什么 原因 造成 你 如此 的 沉睡 呢 将 你的 心 醒过来 你 应当 思考 天主 他自己 对你 所 说 他 鼓励你 催促你 去 做 这一类的 善事 这些话 你应该 思考 记载在 路加福音 十二章 三十三节 Provide yourself bags which waxes not all A treasure in the heaven that fails not where no thief approaches 中文的翻译是 要 要辩卖 你们 所有的 来 施舍 为你们 自己 预备 经久 不朽的 钱郎 在天上 背下 取用 不尽的 宝藏 那里 盗贼 不能走近 杜虫 也不能 损坏 所以 当你 为了 施舍 的时候 有一些 损失 感到 悲哀 的时候 应该 想到 这一节 经文 是什么原因 造成你 这样 悲哀呢 你 这个 小脑袋 的 笨蛋 或者是 说 你这个 思想 不太 清醒 的 头脑 所以 除了 你不将 你的钱 财 借给 天主 之外 你在哪 会有所损失呢 所以 为什么 你会 失去 你的金钱呢 是谁 将他 带走了 拿走的呢 你会 回答 是一个 盗贼 为了 你的金钱 被盗贼 偷去 这件事情 我 不是 事先 就 警告过 你吗 要 将你的钱 放在 盗贼 不能接近 的地方 假如 有任何人 他 失去了 任何的金钱 让他 感到 悲哀吧 让他 为了 下面 所说的 这件事情 感到 悲哀 那就是 他没有 将他的 宝藏 放在 盗贼 不能走近 杜虫 也不能损坏 的地方 我们来看 第37篇的 28节 因为上主 爱慕 正义 必不 抛弃 自己的 圣徒 英文是 For the Lord loves judgment And for seeks Not He saints 在这里 中文的翻译 和英文的翻译 不太一样 中文的翻译 是说 上主 爱慕 公义 英文却说 上主 爱慕 审判 judgment 圣徒 遭受 苦难 的时候 不要认为 天主 不会 审判 天主 会做 公义 的 审判 他教导 你要 公义 的审判 他自己 却会 不公义 的审判 He loves judgment And for seeks Not He saint 但是 应该 考虑到 圣徒们 的生命 现在 是用 这种 方式 隐藏 在 上主 里面 他 他 他 现在 在世上 经过 苦难 就像是 在春天里的 那些树 他 在春天 不会 结果 时 也没有 叶子 但是 当天主 他 像是一个 出生的 太阳 将要 显现 的时候 那些 在根 的部分 仍然 活着的 那些树 会显出 他的果实 因为 上主 喜爱 审判 必不会 抛弃 自己的 圣徒 第28节的 后半段 乖腻歹徒 必被 消灭 恶人的 子孙 必被 铲除 乐善 好施 的人 他的 子孙 会 蒙福 但是 乖臂的人 他的 子孙 将要 被 铲除 这是 中文的 翻译 英文是 说 Just as the seeds of the other shall be blessed So shall the seeds of the wicked be cut off Seed 中文翻译 做子孙 因为 乖僻人的 工作 就是 the seeds of the wicked 乖僻人的 因为 再一次的 我们 看到 一些 乖僻人的 后代 在这世上 却 非常的 兴盛 有的时候呢 乖僻人的 子孙 也会 变成 公义的 他在 基督里 成为 新圣 所以 你要 小心 如何 解释 第37章 第28节 的 经文 你 或许 可以 照着 路加福音 第5章 第19节 中 所说的 那个 瘫痪的 病人 从 屋顶上 被人 醉到 耶稣 面前的 那件事 你也可以 将这个 屋顶 打开 为你自己 打开 然后 你可以 来到 耶稣 面前 不要 将 这节 经文 以一种 属血气 的方式 来解释 因为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 被欺骗了 这一节 所说 恶人的 后裔 英文是 The seed of the wicked 指的是 这个 邪恶人 所做的 所有的 工作 会被 铲除 will be cut off 他们的 工作 结不出 果实 在 很短的 时间之内 他们 真的是 很有 效率的 但是 过了一阵子 过了一段 时间之后 你如果 要去 寻找 他们 你会 找不到 他们 所做的 工作 得不着 奖赏 因为 在 智慧书 五章 八节到 九节 的 表达 就是指的 这一些 他们 失去了 他们 工作的 奖赏 的人 我们来看 这两节 经文 怎么说 第八节 傲慢 为我们 有什么 用处 财富 与虚荣 为我们 又有什么 利益 第九节 这一切 都过去了 像阴影 像 急事 的 流言 这正如 三十七章 第二十八节 后半段 所记载的 乖利 歹徒 必被 消灭 恶人的 种子 必被 铲除 英文是 The seed of the wicked then shall be cut off 好的 奥古斯丁 圣永吉 第三十七篇 第三部分 的前半段 现在 全部的 结束了 请继续的 收听 奥古斯丁 圣永吉 第三十七篇 第三部分 的 后半段 谢谢 你的 收听 好 公众 少许 成 二十七篇 烦 二十七文化 一千 三十七 zn 二十七 二十七 零一 二十七 二十八 支